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2023年的1月3号星期二 第一天收完了,第一天涨了1%不到 你看,虽然涨了1%不到,但各股已经精彩分成了 这就是,怎么说呢,蠢蠢欲动 各个票的主力都在蠢蠢欲动 稍微有一点风吹槽动 聪明的资金都来减货 我今天想说什么呢 我每天都会复盘录音,放在我的小圈里面 今天的复盘录音我复了40多分钟 我从来没复那么长时间 基本上是像以前讲课讲一节课40多分钟 因为我今天复盘复到,正好复到两个票 就是很明显的有阻力介入 然后阻力拉升钱的正仓 就用这个案例来说明 就这两个案例啊,你就能说明就是说 颠覆你对A股的想法 如果你是一直认为A股是有主力的 是有所谓的,那么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一直不认为我们的A股是有主力的 是有装的 那么从这两个票里面就能完全的去颠覆你以前的想法 知道我们的A股是怎么玩的 我只说A股 因为我不玩其他的什么美股也好港股也好 我不懂的我不玩 我不拿走的我不玩 因为我玩股票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财富增长 我既然能够拿走的一个A股 那我还要去玩干嘛 容量足够 对吧 所以说这个 但是我公开的不能说拿两个票 怎么说去举例 对吧 所以说你们有很多粉丝是有我能够找到我的 那么你今天可以找到我的话 我可以把录音发给你 好吧 没问题 或二发一次 无所谓 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理念可以颠覆你对A股的想法 你如果是认为A股是没有阻力的话 没有所谓的状态 那我觉得是可以发给你们听一下看一下 来颠覆你们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以后 你就会改变你的思路 我为什么说一个票拿着套着半年一年两年也好 我根本就不去管他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阻力比我更难受 我的资金没有成本 他的资金有成本 他我难受他更难受 所以说我我有信心一直拿下去 然后我归我工作 我管我工作 到时候他自然而然会涨上来 他受不了他自然而然会涨上来 很多票不是阻力不想拉 是大盘不配合 大盘不配合 他拉上去怎么办呢 他也在等大盘什么受伤 他也比着急 他比你们更着急 明白吧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周期点上去埋伏那么多票 然后满仓甚至满荣去干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太多的票都有阻力在里面 他们也在等等这个周期什么时候到 他们也知道这个周期到了 早晚要来 他们也在等 那他们也在等 我也在等 怕什么呢 对吧 他们还有历史 好吧 然后再说说行情吧 行情 最近 那个今天就是饭科之类的 对吧 特别软件类的 你看最早的时候 我们在什么时候 大概八月 就跌下来以后到九月十月的时候 软件就有一波 对吧 底部上来就是软件 然后后面发散到 纺织啊 对吧 那个疫情啊 但现在又回到那个饭科之类了 对吧 所以饭科之类里面 饭科之类里面 底部的票啊 放心的拿着 只要是不亏损的票啊 应该没问题 好吧 然后只要是圆湖顶 那更安全 然后呢 我想说什么呢 说大盘嘛 大盘 所有的趋势啊 小趋势都要 都要听从大趋势的规律 啊 这就像 怎么说呢 说了更大一点的话 我们的 所有的 所以说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都要听从于 整个我们的国运 我们的国运 昌盛的话 里面的一些小的波动 都是一些轮动 包括 房地产也好 做外贸也好 做淘宝也好 做股票也好 它都是轮动的 但是 它都是在一个大的 国运向上的背景下的 对吧 那么 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再说回我们的A股 A股的话 你看上证指数啊 上证指数12月7号 跌下来跌到 跌到12月23号 这一波跌下来好像很很很吓人 对吧 但是这个呢是 它要服从于大的周期 大的周期什么呢 你去看 比它更大的一个周期就是 2021年12月 就从去年的12月 一直跌到现在 对吧 跌到4月份最低 是跌到2863 对吧 最近是跌到2880 80几吧 反正2800 2900这样 那么 现在所有的下跌 都是围绕着这个大趋势 就是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4月 但今年的12 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4月 这一波下跌 它还是要服从于更大的一个趋势 更大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 2018年的年底 我是说过2018年的年底 就是2019年1月1号 这个低点 和2020年3月这个低点 然后呢 今年4月 2022年4月这个低点 这个年期的低点实在太高的 它这个趋势 是对抗不了2018年到现在 这4年的向上 对吧 更无法去对抗 从 从那个 怎么说呢 从我们整个A股诞生到现在 我们A股诞生 然后到94年这个低点 对吧 94年700多点 然后呢到2005年900点 我们就说从2005年开始吧 说的太长 我们也都忘了 2005年的998 对吧 2005年998 一直到2014年这个低点 然后呢到2018年这个低点 看到吧 这个低点 这个几个低点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整个A股的生命 都在这里面 整个A股的生命 还是往上的 对吧 底部还是在抬高的 只不过到了这里以后 到了这里以后 从2018年 2018年到2018年的这个低点 2018年年底 这个低点到2019年 2020年3月这个低点 然后呢 2022年4月这个低点 底部抬高 它的上上轨呢 顶部也在抬高的 看到吧 顶部还是在抬高的 你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往上的一个提醒 对吧 那所以说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现在这个下跌的 现在这个下跌 如果再跌破 如果真的跌破 它有本事跌破2400 它跌破2400 它跌破2400的话 那整个A股 就像整个A股就崩盘了 就整个A股的趋势走坏了 这种趋势走坏 如果真的这种趋势走坏的话 那按理说 整个A股就是一个大庄股 大庄股的话 要起来的话 那一定是2400跌破以后 两三天以后 就立马爆拉的 很多票都是这样的 跌破 跌破你们一切 所有的一切的幻想 然后两三天以内 抄几堂进来 对吧 那真的跌破2400也好 肯定可以下走更多的人 对吧 但是呢 我认为 从盘面的表现来看 它下不下去 因为 你人人都知道 特别是现在网络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 人人都知道 它下不下去 你下去 你看今年的那个M2 增加了多少 居民的存款 又增加了多少 居民现在什么都不做 就存款 这里面是有聪明资金的 都是在不断的抄底的 就是算抄底一些 最简单的抄底银行股吧 它分红都比理财高 对吧 所以说它是下不下去了 你知道很难下去了 它真的能够跌破2440点 那真的是 变成一个A股的大壮股 整个上阵子时候 变成一个大壮股 那也好 真的这样的话 我也不怕 真的不怕 因为我知道 大大小小的主力都在里面 都在等 就在等 他怎么表演了 这个大主力怎么表演 他怎么表演 我们就怎么跟 就是我是 如果是一个小主力的话 他怎么表演 我就怎么跟呗 对吧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不能听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们该搁就搁 想搁就搁吧 好吧 就这样 拜拜